欢迎收看股市A指标 我是彦荣老师 那么台子旗在今天 那么再度的出现了一个 开高走高的格局 那这个格局之下 在对照昨天彦荣老师 怎么说的呢 那今天又该怎么做 才是正确的呢 好 我们来看看这张字卡 昨天我怎么跟大家来做提醒的 首先看到这里 好 还记得吗 这是8月1号 昨天的这个现行走势图 昨天我看到这个位置 我跟大家做了一个提醒 那我怎么说的呢 我说这个位置呢 类似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数字的数字 那正常如果在0.1到0.15之间 那可以说这个就是低点的 明天也就是今天 大概就直接拉了 那但是因为这个数字 是比较极端的这个数字 所以通常上半场会做整理 下半场才有机会拉 那这个过程里面 除非有国际盘的利多 比如说美股大涨 我是这么说的 那结果今天怎么走的呢 好 我想在今天 因为国际盘的一个上涨 所以一开盘 它其实果然上半场 在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上下挟浮震荡 先开高 然后上下挟浮震荡 然后尾盘再拉上去 是不是 那所以有没有符合 晏隆老师跟你 所提醒的一个预期呢 那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今天该怎么做呢 好 假设你是流畅的单子 其实你在昨天 看到这个软体 你就应该要 先做一个买单 那如果你流畅的话 在今天开高之后 往上拉 在尾盘主力成本线 翻开的时候呢 去做一个出厂 你大约赚了100点左右 那如果你是当冲 软体会员当冲的话呢 在今天你看到 整个主力成本线翻红 你去做多 从这里到这里的话呢 大约是多少 大约是56点左右 56点左右 所以呢软体如何 带我们做价差呢 就是这样子做的 就是这样做的 那所以呢 这就是重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在整个逻辑观念的一个呈现呢 包括在昨天8月1号 好 8月1号又是如何 借由这个软体来带领 我们做价差呢 好 来看到这里 这是8月1号的一个操作 8月1号 那么我们就回想起来呢 晏龙老师在 这个7月31号是怎么说的 好 7月31号我特别说的 我说这个地方的话呢 A指标数据在这里 那在这里的话除非开低 否则这个地方的话呢 应当是拉高来放空 会胜率比较高一点 好 你不妨到7月31号的 YouTube来看一下 那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为什么会先拉这一段呢 那当然你红买绿卖翻红去买 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翻红去买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个过程当中 你流仓就是有这一段 那如果你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要做一个这个当冲单的话 可能是在这里 这里开盘去做买进 那你可能比66点稍微少一点 是不是 那最重点是我跟你说什么 我说A指标的数据 A指标的数据 那么如果说它拉高之后 来做一个放空 机会胜率会比较高一点 那果然是对称压力嘛 那果然啊 在这个地方你放空之后呢 看到转折翻黑的时候 去空的时候 那你就会拥有这一段 所以这个逻辑观念是什么 当然A指标数据 来到高点去的时候 0.1到0.15之间 它是对称压力的嘛 那你不要追高啊 那所以0.6 它这个极端值它也是压力 那你不要追高哦 不要以为主底哦 那主力成本性翻黑的时候去空 收盘的时候呢 这60点就是属于你的 这就是A指标的操盘逻辑观念 好 那当然我们再来看一看 7月31号 7月31号是怎么做的呢 好 7月31号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啊 好 这里是7月31 那7月31的话呢 你要是有空的话呢 点选这个YouTube 7月28号的节目来看一看 我怎么说的 我是不是说这个极端值 那它必须要两个到三个的 一个A指标数据对称支撑 所以我说如果杀低 再杀低一次对称支撑 哇 那这个胜率就高了 那果然呢 杀到负0.1 负0.11 这代表什么 代表来到低点区的 不要杀低哦 因为股价会往上拉哦 那果然就这样子 对称支撑出现 那果然就一路的往上拉 好 这就是重点 那所以呢 在包括整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呢 你如何去把这段价差 放口袋里面去 当你看到数据来到 0.1到0.15之间 代表高点区到了 不要追高哦 那当主力成本线正乖离缩小 来到10以内 那你可能可以卖的 很漂亮的价格 满意的价格 那如果要马上大幅度下跌 就是主力成本线翻黑 那所以呢 如果你看到 主力成本线来到10以内 那你去卖 哇 这个价钱很漂亮 好 这就是重点 那所以呢 这个过程当中 这是7月31号的一个操作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那么把最近五天的操作 来做一个这个分享 这个是7月28号 好 7月28号 7月28号 那其实我在7月27号 我就特别讲到 这个观点的 这个是7月28号在这里 对不对 在这里 那我们看到7月27号的时候 是看到这个对不对 0.1到0.15之间 0.1到0.15之间 代表高点区到了 高点区到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你会发现说 当这个地方的时候 转折出现 转折出现在哪里 在这里 转折出现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在这里放空 那放空的时候 如果你流仓到隔天是122点 那如果你在这个地方 开盘的时候 看到主力成本线翻黑 那你就赶快去做 当中的卖单 那你可以有70几点 这个是7月28号 7月28号 那你什么时候去回补 就主力成本先在这里翻红 那你的流仓空单 或者是这个先卖后买的当充单 看到这个把它做一个回补 你就分别会有这样的价差 好 最后再来谈一谈 7月27软体如何做价差 好 软体如何做价差 那你要看我7月26号 YouTube节目怎么讲的 那当时是在这里 那因为看到这一个了 我就跟大家讲什么 我说这个地方 短线上的话 往上拉 先拉的机会大 好 是不是 那如果说你是流仓的多单 主力成本线付关 你说小来到付10以内 我想软体会员很清楚 我们都这样上课这样教的 付10以内 你在这里做买进 那隔天在这个地方 主力成本线翻黑的时候 去做卖出 那你就会有这一段的价差 那甚至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当天才去做当冲买单的 那你会有100点的这个价差 所以其实如何让我们 能够常常 当天或者隔天 有100点的价差呢 我们的软体就是这样 带领我们的 那当然重点的部分是 为什么盘中 你一定要看到 类似像A指标 这样的擦盘工具 如果你没有看到 为什么会很吃亏呢 因为你可能会觉得什么 会觉得这个地方 这个现象 它叫做什么 它叫做低点 但是我们知道说 这个现象出现的时候 不要追高哦 而主力成本线翻黑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放空 空完之后 这个价差是你的 那你没有这个逻辑观念 你会去追高 那你会受到这个伤害 那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呢 以这一段来讲的话呢 这一段为什么会拉上去呢 这个包括刚刚在 7月26号的节目当中 跟你提醒了 我说7月26号看到这里嘛 那已经发现这个嘛 所以你会知道说 如果你没有看到 你会在这个地方去杀低 因为藏黑了 那你就很吃亏 那因为你会杀低 帮能够看到软体的会员 做进货 那你杀低了 那我们的软体会员进货了 那你这一段的话 就背嘎上去 你就怎么样 就非常非常的可惜哦 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 很重要很重要 那尤其最近这五天 的一个操作 软体怎么带我们做价差呢 好假设呢 在这五天当中 你有看到这个软体 你去做价差 价差是421点当冲 那如果流仓的话呢 价差大约567点 所以当然一定要看到 类似A指标这样的软体 才不会吃亏啊 所以你才能够像这样子 常常有翻身的机会啊 这个就是重点 那当然重点的部分是在 明天叫做8月3号 8月3号到底会先杀或者先拉呢 好看到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什么呢 我们看到在目前A指标的数据 来到负0.10附近的下影线的位置 在负0.10附近 那流下影线上来 只有到负0.09 负0.09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会先拉还是先杀呢 其实应该是相对低点区 那除非有国际盘的利空 那么他可能再杀一次 负0.1到负0.15之间 否则一旦主力成本间翻红的时候 他就会挤拉一段 那当然我想你说指数是多少 我也没办法去告诉你 必须要怎么样 必须要开盘 对照这个软体的位置才会知道 那所以呢软体会员呢 如果你有软体的话呢 就跟我们有共同的语言 那你就会知道 该做动作的时候就会做的 好我想今天在软体会员 以及我们科讯的分享 分享到这个地方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现场 谢谢 恢复家园时 请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 请丢弃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鸡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多一分警觉 多一分自我保护 全东统户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带进一定带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带进一定带出 成东统户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不往不利 成东统户值得托付 欢迎再度回到现场 我是晏蓉老师 那么晏蓉在最近一直跟大家提醒 不要看得太坏 我说这个盘会再拉一段 那目前这个盘看起来延续起来 会不会再拉千点呢 好我想这个观点 我每次都是领先的提醒 那会不会有这个可能 那当然要一分证据 来说一分的话 等一下来做一个说明 首先看到这里 好今天再度上涨了81点 那会不会大涨千点呢 那当然会造就什么样的结果呢 可能你低档不买 会错过一整坡 可能你报错现在库存的股票 觉得没有关系 既然会涨一千点 那就抱着吧 那会不会赚指数赔价差呢 所以头裤的老师应该怎么选 这个是很重点很重点的部分 到底有没有选对 那就看这几天的操作 这几天还是持续放空吗 还是这几天所买的股票 虽然指数没有涨 但是已经早就领先的逆势获利了 那晏蓉老师有这么做吗 好这个是大盘最近的一个走势图 但是你看大盘没什么涨 但是我们在5月24号介绍的联发科 已经大涨一段了 甚至在7月27号 跟你介绍提醒的八仙过海一 那这个当然还是要带会员买嘛 是不是 那就是这样慢慢慢慢的推上去 慢慢慢慢的涨 是不是 所以如何选一个投顾的顾问呢 那就是当大盘没有上涨的时候 所提醒的股票早就已经先持得点 那所以呢你可以跟到这个坐轿的这个顺风车 但是不要跟到逆势操作放空的抠讯了 否则将来你绝对怎么样 会有很大很大的伤害 所以跟对人的话永远永远 当然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先持得点 但是跟错人的时候 你永远在跟盘面拔河 是不是 就像过去这一段 好这个是1月19号 那么我说三星变盘代表做可乘 拉这一段 3月10号说不要空地板上 代表做精华 拉了四段280块 带会员的操作 4月17号说破底翻快攻万点 那么翻本股已经走到第四档 是不是 那甚至呢 这个地方延续翻本股的部分 那么再拉三四百点 就给你很亮丽的成绩单 包括这一段也是一样 拉480点 你所看到的都延伸整个绩效 在做一个成长当中 包括这一段拉254点 那一样拉 在这个地方也没漏气 所以重点是什么 好工具 好抠讯 何其重要 何其重要 今年半年了 过去了 今年我相信 如果你跟着我 一路上全力做多的 你今年的 可以说是大丰收 我相信你在今天 心情是喜悦的 但是如果你过去以来 这半年的时间 你一直犹豫怀疑 甚至听到一些负面的言论 那你就错失 1500点所带来的这个绩效 那你会问 老师啊 这一千点是真的吗 是真的吗 真的还有机会吗 那有没有强而有力的证据 来说服你 来让你跟着翻身 好 我们来看一看这张字卡 好 今天是8月2号 台股在拉千点吗 还记得吗 我告诉你的4月份 6月份延伸整个上升趋势线 始终没有跌破 有惊无险 回撤之后再度拉上来 趋势仍然为多头 我一站的强调 我说当整个KD值 在60几附近 如果足三底 当时说这不一定足成功 但是一旦足成功的话 哇 那不得了 当一档股票 当一个大盘的这个指数 在60附近足三个底 这是非常扎实的底部 在个股来讲 它起码是五成一倍的空间 那在大盘来讲的话 这个空间不容小觑 那请问有足底成功吗 那今天KD值正式穿越D值 K正式穿越D 可以说是成功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A指标的位置 主力成本线往上了 往上了 那我在昨天跟大家谈到 当整个主力成本线 拉过高点 拉过高点 那接着有一个洗盘 然后呢 转折向上的时候会攻三段 一 二 三 那所以呢 现在的位置等同 绿色的标签 绿色的箭头 等同这个位置 红色的箭头等同洗盘 蓝色的箭头等同洗盘完成 正式怎么样 要继续啊 要展开一段 两段 三段的攻势 这就是目前的结论 这就是目前的结论 但是记住啊 记住目前70%的股票补涨 30%的股票 它可能要补跌 选股没有那么好选 所以你不要以为股票摆着就没事 这就是重点 那当然你说老师 那我进股了 有证据说1000点吗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月线 大盘的月线 大盘过去这一段的话呢 当时是99年拉了2188点 好 那当时的现象是什么 当时的现象是 KD值月KD回撤 然后再攻一段 那这一段为什么拉1500多点 月KD值回撤 再攻一段 好 那当时一定是先涨一段这个 先涨一段这个 重点是什么 涨上去之后 它一定让整个KD值过80 涨上去之后KD值过80 那现在的位置呢 一模一样 所以现在走哪一段 现在还要走这一段延续 这一段的延续 还没有看到哪里 还没有看到这一段 还没有看到这一段 所以你说这个 有没有超过千点呢 好 我想当然不要去画地质性 有没有千点 我们再用一些证据来做说明 叫金融股 金融股我也说过了 金融股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看到 KD值月线上过50 这一段99年拉37% 102年 KD值过50 这一段拉42% 那现在其实我从今年年初 一直跟你谈这个观点 还记得吗 一直在谈这个观点 那现在到这个位置 也不过涨差不多 其实幅度不大 那目前的位置在1099点 我们不要涨这么多 我们假设三层就好 那三层大概是1428点 那现在的位置1099点 你减掉大概金融股 还要涨329点的机会 那这个金融股涨一点 大约大盘是涨4点 所以大约比例说起来 大概1318点 现在往上面看 至少要1300多点 所以我跟你保守讲 讲的是1000点而已 那1318 加上现在10519 会不会到11800点呢 会不到11800点 全国投资朋友 我是这样讲的 我是这样分析的 那当然后面留在大家的验证 留在大家的验证 那看月线上的个股好了 好你说很高了 不要去买了 但是我看到的是像富邦金 富邦金你看到没有 没有什么涨 月KD如果到这个地方的话 就不得了 过去是涨7成 这里涨9成 是不是 那金融股会带到多少 那又由金融股带大盘涨到哪里 好台领的部分也一样 注意看这里 这叫底部区 还在50附近 所以你不妨把你的工具 不要再看日线 把它看月线 这叫华硕 都在底部区 都在底部区 所以你说现在位阶是高还是低呢 所以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你的梦想将有机会做实现 当你把你们家的一个位阶提升上来之后 提升上来之后 孩子就可以在你的基础之上去做发展 但是如果你现在 每天看到那些负面的言论 把行情错失了 说真的 这个地方的话 你这一辈子 如果说你年纪比较大了 那这辈子要再遇到这种行情 是比较少的 所以今天你必须做好一个决定 决定什么 找到一个专家来跟 为什么 因为机会是最没有耐心的客人 他可能按了一下门铃 三秒钟掉头就走 所以成功决策于什么 决策于分秒之间 跟对人赶快来布局 电话打通了就对了啦 这样我讲清楚吗 好那我的模式是什么 为什么我买的股票 经常一个月可以涨三成以上 而且可能double甚至超过 为什么 好你看到这个 这叫出身段 出身段叫对称之称 一个月两个月过后 少则五成 多则一倍到两倍以上 那所以你看到我当时 5月24号 在节目上跟你提醒的联发科 没有错是这个位阶 那我在这个7月初 跟你提醒的同志 没有错 底部越电越高 是这个位阶没错 真的是这样讲了 好我在4月份公开跟你讲的 维新 一样对称之称 都是这个逻辑观念 是不是 所以就是位阶分很清楚 很清楚 A指标的操作 就是有一个层次的感觉 有一个层次的感觉 那这个地方的话 每一个阶段该做什么事 它会涨多少 要涨到哪里非常清楚 那所以到整个位阶上 走到这里的时候 走到这里之后叫主身段 那不是这里买 打下来才买 所以我经常在 在这个地方的话 半个月前 它出现的时候 我半个月后才去提醒 大家做布局 等半个月 好像这个先进光 先进光就是这个逻辑观念 有没有 就是这个逻辑观念 全新 那这个代表洗盘完成 还有这个叫什么 宏杰科 这代表洗盘完成 那所以我当时在这里做布局 所以你发现我每一个布局呢 其实都有一个什么 都有一个抠讯 而且我可以提前 可能三四天来跟你讲 那我等洗盘 洗盘的时候洗了差不多 然后才来跟大家做一个提醒 所以基本上一档股票呢 其实它的买点不是今天看到长虹去追高 今天看到利多去追高 也不是一档股票要大跌 今天看到利空才出现卖点 绝对不是 它可能半个月前就出现了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燕隆老师的操作 真的跟大家都不一样 所以我说机会呢 是什么 留给准备好的人 没有景气的问题 只有竞争力的问题 那这些都是预告的 都是预告的 包括同志也是一样 都是做预告的 所以能不能够成功 就看你现在还不掌 掌握到一个正确的抗讯 所以A指标的操作 其实就是希望像这样子 让你一个大波段获利 每一次都是大笔的收割 就是像这个样子 所以你看到的像先进光也是一样 这个是七月份的代表作 都是一样 所以一个好的抗讯 它的质感是什么 它的质感是 它给你的东西 不是叫做一日行情 不是今天买来以后 明天让你高兴一天 然后让你痛苦了几个月 然后被追缴 不是这样子 它要给你的东西是像这样子 一波可能一个月 或半个月就是五成 像这样子一两个月 可能就加倍 可能就有三个 三个三成 像同志一样 一个月就有两个三成 是不是 像宏杰科 这个地方一样 可能一个半月 就可能来到多少 52% 甚至像全新 一个月的时间 就给你四成 这就是我要给大家 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这就是重点 那当然其实很多人 他会觉得说 头顾老师没什么老实 不太老实 那可能你过去跟的是这样 没有错啦 无可厚非 我们也了解这个行业的生态 很多人可能没有好好的充实 自己的专业 又想要赚这个钱 然后他可能就不得不怎样 去说谎 但是艳朗老师不一样 没事你看到我的抗讯 那么当然包括会员都在看 这个不能胡说 都有抗讯为证 我讲你这个等级有 你就一定有 这个价位有 你就一定是买这个价位 这个时间有 就是一定这个时间 那么这个全新 二合一普通 宏杰科二合一普通 同志也是一样 这是特别会员 那特别会员 其实跟普通会员 如果没有专线的话 其实多一点点而已 那联发科买的比较早 可能是二三月 但是买二二级的小套 今天来到303的 好先进光的话 你看到没有 一样都是有等级的 包括维星也是一样 这特别会员 普通一般都有 那是不是 那所以上有对策 下有什么 上有这个 反正大家都有对策 很多人因为被投顾骗怕了 很多人一打来 叶龙老师这边就说 老师 我所有的会员等级 我都要 钱贵一点点没关系 我说好没问题 好你想要赚快一点 你资金量比较大的 都没有关系 所以全国的投资朋友 跟对人 你真正是有机会翻身的 那因为我们会用 最快的速度来帮助你 是不是 那但是你不要以为 现在要涨一万点 要涨一千点 甚至到一千三百一十八点 那你就觉得说 不要紧 股票投劳 摸掉了不要紧 但是假设报道这一种 这个我记得我有提醒过 大概在这里提醒 提醒过 那一刹就是两成 那你就要赚指数赔价差 所以自助人助 那当然今年过了一半了 今年的操作 你满意吗 如果不满意 从这档开始 我们已经持续在做布局了 我今天第三次跟你做预告 数据在这个地方 洗盘完成了 那重点是 主力成本线 已经预告转强了 所以这里 你看到没有翻红了 这绝对绝对是最佳 最漂亮的买点 所以续航力够 一定要注意 万中选一在底部区的股票 机会是最没有耐心的客人 按了这个门领之后 几秒钟就跑掉了 所以务必做一个把握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70%的股票 它即将要做一个补跌 30%的股票 才有补涨的机会 千万千万不要赚指数赔加差 今天务必记住 找到真正的专家 来帮助你过滤你的持股 这一波你才能跟着我们一起 找到千点的大行情 好 时间的关系 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 预祝操作顺利 谢谢 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